那以上这一类如果你是这样的人呢 请记得本命如此 那对象找人家选 大线如此 这个大线不要谈恋爱 要不请人家帮你选 流年如此 过去就好了啦 只有流年而已嘛 对不对 那你ㄎ一下也没关系 但是要注意的是 如果说你的对象是这个潘 而且里面带了情阳跟火星 就有可能在感情上会有暴力倾向会出现 爱情的酒都没腿 你知道有些人啊 在面对爱情的时候啊 仿佛就喝醉了一样 只要有一点点感觉来了 有一点点气氛到了 整个人失心疯 整个人就失婚了 在我们的客人里面呢 很多很多人都会有这样子的恋爱脑 整个人生就是粉红泡泡 整个脑袋里面呢 只有夫妻宫跟恋爱 当然也有可能是子女宫啦 什么样子会这个样子呢 你生命一定会有这样子的 碰到这样子是不是很痛哭 坦白说 有这样的人围绕你在身边呢 也是非常非常幸福的 但是也不可否认 因为这样的特质 一旦你没有办法给他爱 或是没有办法给到足够的爱 那可能他就会去找别人给他爱了 如果说这个人啊 爱到他可以不顾一切的时候 坦白说 这个呢 也就有可能有点恐怖了 爱情的过程中间啊 我们都是自私的 我们都会希望对方全部的为自己所拥有 都跟对方要绑在一起 光带领你这件事情啊 他光有梦想是不够的 他就要有实物的经验 那到了40岁的女人呢 他自己都已经看过一遍这个世界了 他要的是一个可以保护他的人 不要再冒险了 到了50岁的女人呢 这个时候他要再找一段陪伴他下半生的人 或者是到了50岁他可能已经离异过 然后他想要再找一个后半生可以陪他的人 他要的东西都不同 怎么有办法去找另外一个呢 完全配合他的需求呢 难度是不是很高 当然很高啊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在感情上面呢 他是因为运线盘很合 所以两个人在一起的 运线走掉之后 刚开始从相看两不厌 到看球之后呢 就越看越讨厌 所以很难凑到完全对的状况 那很难凑到完全对的状况里面呢 我们会随着人生的经验啊 会觉得你的人生目标要转移啦 等等等等的 去调整你自己的这种对感情的态度 不过有一些人呢 他不容易调整对自己对感情的态度 那他一辈子他就要很认真的去寻找 他在感情上他应该要怎么办 因此呢 今天我们来告诉大家 什么样的人会有恋爱脑 什么样子的人呢 他就恼他的 但是不要脑到你身上来让他有点恐怖 所以首先呢 我们要看什么人会有恋爱脑 那另外当然看夫妻宫 基本上要看四个宫位 夫妻 福德 关禄 迁移 还要看他的命宫 个性怎么样 但我们在看的时候呢 看感情态度 主要都看夫妻宫 命宫要参考的是 他自己的人生价值跟人生的态度 那夫妻宫叫做你的感情态度 关禄宫是感情的内心 福德宫呢 是你感情呈现出来的样子 而迁移宫是你感情从什么地方来 那这四个宫位里面呢 只要出现陀螺心 他就有产生你的感情的内心 常常很纠结不知道该怎么办 在面对感情来的时候呢 你的精神状况该怎么发挥很纠结 你不知道该怎么办 或者是迁移宫 你不知道该怎么选人 那你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是最主要的其实就是夫妻宫 夫妻宫落了一个陀螺心之后呢 我们讲说陀螺心所在的位置 是你一生的功课 夫妻宫有陀螺心 感情当然就是他一生的功课 但是感情是我一生的功课 我可以不要做功课啊 我不见得会恋爱脑 所以呢 陀螺心所在的位置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选择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做选择 那我干脆不要选好了 那这个也好解决 问题就是啊 我的夫妻宫内啊 又充满了可以选择的事情 然后我就不知道该怎么选 那这个时候呢 我人就会容易掉到一个啊 我有选的机会 可是呢 我不会选 所以呢 我就选错了 很会玩 但很花心 所以下一个呢 要选乖的 可是实际上呢 你享受过会玩的男人之后呢 通常你不太能够接受 蠢笨的男人 你被会玩的男人伤害过之后 你就选蠢笨的男人 但选蠢笨男人 你又怀念那个会玩的 那开始就觉得 越看越笨 又看越笨 又看越糟糕 那你再去找 那个会玩的 这个时候呢 就想说 那我希望会玩跟蠢笨的要一起啊 但是有没有可能 当然是不可能啊 跑得很快来法拉利 他就绝对不可能省油跟便宜嘛 难度很高 难度很高 过程中间 你就不断的在这中间啊 来来回回来来回回 可是你从来都没有去想说 那你到底要的是什么 如果今天你要的是一生的守候 你就不可能去找 要一直往外飞的内容人 一直往外飞的人 才会让你会觉得很有趣 因为他的生活经历很多 他跟很多人一起 很多女人都已经练习过了 所以他很懂得对付你吗 所以这样子的人 他才有办法孕育出这样的特质去吸引你 那当然 他也就不可能乖乖在你一个女人身上 那同样的呢 你若希望你的感情要稳定 你就不能追求这个事情 男人在看女生也是这样子啊 你希望这个女生火辣美艳 然后那个艳光四射 每个男人都被他所吸引 那你怎么有办法会相信说 他跟你在一起之后 他就会乖乖的咧 他就算要乖 旁边的男人也会一直戳他 一直戳他说 嘿嘿 你要不要再试试看 要不要试试看 我比你老公更好哦 现实的情况是如此 我们人啊 常常觉得自己不好命 很大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不愿意去面对现实的情况 而要去追求不属于你的东西 因此呢 陀螺心如果在富弃宫 有可能有这种状况 可是他还必须同时具备的 那他要有选择机会 那他要有追求这些事情 怎么样会选择呢 当然他里面最好要有桃花心 里面很干渴啊 无许欺煞 那又有什么要选择呢 那再来呢 如果碰到的啊 十字月对拱的 或者是呢 很容易受到情绪影响的那种桃花心 比如这种 他是很容易变来变去的 同工的容易变来变去的 同聚同工的 容易很受情绪的影响的 或者是 碳音天机同工的 碳音天机对拱的 然后那个 碳音星加火灵的 12个 天机星化剂的 冲灵反被冲灵物 机梁对拱的 不肯定性的 你说啊 天机星不是桃花心 天机梁 机梁对拱 他如果再加上其他桃花 比如说文曲啊 还有 破君系列的 然后这个 碳狼系列的 碳狼只要对面不是无趣的 是什么紫威跟连真的 破君呢 对面不是 无相的 是什么连相的 或是连破同工的 这些 本来在情感上面 就比较 丰富的这一群 如果再补上陀螺星 那他就很容易 会一直 陷在这种情感的层面里面 再加上 如果 他还有碰到文曲星 那就很容易就摆脱不掉 更不要讲文曲他画记了 或是钢铁桃花心他画记了 那 如果再加上深宫 他又在 夫妻宫 那这个人呢 大概 感情真的是他一生的功课 他的状况好不好 完全就要看预线盘了 他的预线盘 必须要 要非常刚刚好的 都不要出问题 那有没有这种人 当然会有 我们会看到 有一些人呢 看起来就很花心的 男人或女的 但是呢 他就很懂得选老公 然后很懂得把自己的日子过好 那以上这些呢 那除了是本命盘之外 我们有没有可能突然啊 我在30岁的时候突然 ㄎ掉 就是恋爱脑 然后乱炫这样 有没有可能 有 也就是说大线内 有大线夫妻宫 有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些情况 那这个人也会在这个 10点点之内呢 会有恋爱脑出现 那你会说 老师那流年有没有可能 流年约上当然也有 可是还好流年约只有一年嘛 人偶尔 那个有一年 ㄎ掉 那个交错男朋友 或是那个找到 那个绿茶标 这也还好 人生总好有一些不一样的体验嘛 对不对 没喝过奇怪的绿茶 怎么会知道传统高山茶的好呢 没碰到过几个渣男 怎么能够了解像我们这种 温厚敦良又务实的男人的好呢 好快是比较出来的嘛 所以流年就还好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这些的人啊 他通常啊 就比较会有恋爱脑的问题 当你发现你的本命盘就是如此 你又希望自己可以有客观性的这种感情的好 为什么说很客观性的 因为大家对于所谓的感情好会有一个普世价值啊 虽然我们常提倡说普世价值不见得是适合你的价值 那你如果要追求普世价值 因为普世价值不见得是你的价值 因此呢 你就不能自己决定 我们就会建议说 就请朋友帮你决定 比如说你们家小孩啊 上普习班的时候 你要讲说你要补英文 要补什么补什么 普世价值觉得他要补英文 他个人的价值是他要打电动 所以这时候看你的选择 所以如果你希望要普世价值 那你就要请别人帮你选 那如果是运线盘呢 当然整个十年线很麻烦 你也可以请别人帮你选 那如果是流年呢 流年我会建议说 那你就不要谈恋爱就好了嘛 躲过那一年就好了 除了陀之外啊 还有什么 化际的 首先第一 必须要桃花心化际 那个舞曲七杀舞曲化际的 那个脑袋会很理性啊 他的恋爱就是给我钱 会有这个问题一样的 这样子的人呢 也很容易会有这个问题 尤其是刚刚那两类 如果说呢 他的夫妻宫的宫肝还造成命宫 心药化际 那这个情况通常会非常非常严重 那这个人就容易 感情会影响很多很多他的事情 那以上这一类 如果你是这样的人呢 请记得本命如此 那对象找人家选 大线如此 这个大线要不谈不要谈恋爱 要不请要帮你选 流年如此 过去就好了啦 只有流年而已嘛 对不对 那你呛一下也没关系 但是要注意的是 如果说你的对象是这个潘 而且里面带了情阳跟火星 不用同宫 而且对宫有可能是欺杀 或同宫是欺杀 那这个人呢 基本上啊 就有可能在感情上会有暴力倾向会出现 因为对于他来讲 他要做什么事情都要照着他意思做 然后呢 什么事情呢 他都要控在自己手上 这类人呢通常啊也会是很爱你的人 你可能会这辈子从来没有碰过这么爱你的人 恐怖情人就会做出浪漫的事情你知道吗 比如说他为了要追你可能那个当天来回飞一趟日本去帮你买什么东西 那这个人只要愿意当天来回飞一趟日本 那他要把你狠狠抓在手心里面 那他也会愿意付出任何的代价 所以要注意的是 恋爱脑没有关系 但如果恋爱脑里面呢 他还加了情阳心在里面跟气煞心在里面 随着运线的转换 再补上两颗什么陀螺或灵星啊 或者再补上一个什么化气啊 他的那个情绪状况在感情上就非常非常糟糕 因此呢 我们自己恋爱脑要不要去享受他 要不要去改善他 那我觉得恋爱脑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你知道你是这样子 你就不要去追求普世价值就好了嘛 一直换对象 这其实是用人生胜利主委 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事上有些人 他想换一个或两个都换不到 你可以一直换 这样不是很好吗 谈恋爱的过程中间 透过别人的瘦来认识很多不一样的世界 但是要注意恋爱脑也有可能 让他脑海中间只有爱情的时候 以后可能会做出一些不对的事情出来 爱情是我们很常碰到在命上的 大家想要问的事情 但是呢 你看爱情的夫妻功的三方施政 一个影响工作官路功 一个影响这个人 跟你在外面的人际关系牵引功 另外一个影响你怎么赚钱 跟你的整个灵魂跟心情福德功 这是为什么爱情如此重要的原因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